你們這麼乖 知道要工作了 嗨大家好 這邊是QuittyPay的蜂蟲玩家 我是Garden 歡迎來到蜂蟲奶奶包的時間 有許多第一次咬帽的朋友 不知道要先買什麼樣的東西 會有點手忙腳亂 手足無措的 那這支影片呢 幫大家整理一下 來 非要少說我們直接開始 Let's get out 首先呢 蠻推薦大家 先Google搜尋一下蜂蟲玩家 會有一些基礎文章跟影片呢 可以參考 那再來 也推薦大家可以買個貓咪的書回去幹 看 推薦大家四本書啊 第一本是蘇晶晶的貓咪這樣吃最健康 那他的作者呢 是香港所謂的寵物一樣食 那這本書中是有提到一些教先食的製作 那第二本呢 是 貓咪家庭的醫學大百科 那這個的作者就是貓博士林真寅跟101台北貓醫院的院長陳千文 他們共同撰寫這一本 書中是會陪你認識一些貓咪的知識 還有貓咪疾病的介紹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這兩本書我翻過非常多次啦 髒髒亂亂的 你看 這就是很有年齡的書 這兩本書會那麼髒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邊賣麻辣燙邊看這兩本書啊 他們一些客人一定覺得我是白癡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 另外呢 我也推薦 你的貓這本書 然後還有這本 韓國人氣獸醫教你如何幫貓小孩正確飲食 你的貓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國外的獸醫 那他是由謝凱特就是AKA酒鬼翻譯的 那酒鬼是我一個很尊敬的前輩之一 因為他的翻譯呢 造福許多台灣的貓咪 我覺得酒鬼就是推動獅實的大工程 那他在臉書有開立一個貓咪生食 自製生食的社團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參考 那韓國獸醫這本書他的作者是 那他是一位獸醫兼營養師啊 他有開立粉專 其實有非常多的乾貨 那他也有開立他的私人的社團 突然大家都可以去找找看 那這本書呢 的內容我覺得特別的結底氣啊 也是我覺得最實用的書之一啊 說真的我刻意不太要去講太多書的內容 因為我怕一直講下去 那個篇幅會太長 還是說我們來辦個線上讀書會 蛤 有興趣留言說一下 開玩笑的 我其實不太喜歡看書 好啦那再來呢 就是貓砂跟貓砂盆啦 不要買封閉式或者是上開式那種貓砂盆 簡單來講喔 要買的就是那種方便貓咪進出的 高度要比較矮的貓砂盆 那如果說我們要買比較便宜簡單的呢 可以去五金行或者是雜貨店 買紅色藍色綠色那一種 然後呢 等貓咪長大再換比較大的 那如果是多貓家庭的話呢 貓砂盆的數量就要是貓之數量加一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N加一 也就是說兩隻貓的話至少要三個貓砂盆 以此類推 而貓砂呢我會建議說先買礦型的 像礦砂 或是貓社原本貓咪原本的貓砂 那一般來說貓咪比較容易適應這種礦型的觸感 等貓咪適應之後 我會建議可以再買條型的凝結貓砂 讓貓咪混著用 因為你之後可能會想要試試看條型豆腐砂 或者是松木砂這類型 比較不一樣形狀的貓砂啦 之後呢如果你要讓貓咪換貓砂的話 才不會太困難 也就是說我們從小要讓貓咪去習慣 不同的觸感 再來食物 食物的挑選是我這個頻道最常分享的東西 建議你可以把之前的影片呢 全部看過一次 用貓必看這支影片 餵食方式跟頻率必看這支影片 如何挑選主食呢必看 這支影片 那我也推薦大家看看 這支影片 這特效會不會太難 好算了算了 重來啦 那我也推薦大家看看 這支影片 好簡單講啦 我建議你 然後呢有買飼料的話 就要記得買飼料桶 避免空氣進入導致腐敗 那從小讓貓咪多元飲食 少量多餐 好如果說貓咪腸會比較敏感 請循循漸進的依比例 轉換新娘跟就娘 那依照比例的意思呢 講白話一點就是 9比1 8比2 7比3 6比4 5比5 4比6 3比7 2比8 1比9 全換 有誰可以唸這個跟我唸一樣快的 應該不會有笨蛋真的跟著唸吧 神經病啊 嘶 水碗跟飯碗 不鏽鋼呢陶瓷碗都OK啊 不要選塑膠碗就好 因為容易卡油漬跟自身細菌 另外齁不建議買兩個碗一起那種碗架齁 像是那種一個放水一個放死路的這種 就不建議 因為水跟食物要分開放啊 放一起的話貓咪會覺得水很髒 反而不去喝水 那就算是多貓家庭 我也不建議讓兩隻貓放在一起吃飯 因為他們互相給對方壓力嘛 還是要讓貓咪有自己的空間啦 不信你看 阿怪你趕快吃 阿怪別怕 我罩你好不好 你吃 阿怪你比較緊張 想要不要瞪人家 我讓他去房間吃好了 好 碎窩一定要 新來的小貓可以買個簡單便宜的就好 因為小貓很容易弄髒自己啊 有時候把被片踩出來 踩到那個碎窩上面 而且幼貓長很快啊 便宜的如果被胎換掉也比較不會心痛 如果說是多貓的話呢 碎窩或者是躲藏的地方呢 建議就要設置更多 也是為了減輕多貓家庭之間的壓力 那多貓棒也是必買喔 不管新來的貓咪是幼貓還是成貓 陪貓咪玩耍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因為這可以讓貓咪更容易適應新的環境 降低貓的壓力 那也降低他對你的防備心去接納你 還有消耗貓咪的體力跟電力 不然他晚上會吵你睡搞搞 讓你睡不著 貓抓板 一開始可以先買個便宜的那種 當個幾天啊 只是很容易被抓爛 所以我會更建議說 貓咪來之前呢 抓板我們可以一次買到位 因為其實貓抓板也沒有很貴啦 有時候一個八百塊一千塊的東西 都可以用上一年 那推薦大家齁 我寵物展買過的這個 酷酷貓貓抓板 純分享 因為我覺得非常經濟實惠 指甲剪齁 一定要買 沒剪的話齁 會容易抓傷人嘛 或是要破壞你的家具 貓咪也可能會刺傷他自己的肉墊 那指甲太長呢 就會導致行動不舒服 平常沒事呢 我們可以多摸摸貓咪的手手 讓他習慣被摸 那以後我們剪指甲呢 也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也可以趁睡著的時候呢 幫貓咪剪指甲 好 牙刷 從小讓貓咪養成刷牙的習慣 是最有效預防口腔疾病的方式 如果說呢 從小沒有讓貓咪習慣刷牙齁 長大之後會比較難讓貓咪習慣齁 外出籠 我不建議買那種透明的外出籠 甚至之前那個很紅的那種太空包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空間不夠 那種連轉身甚至趴坐都有困難的 就別買了吧 第二 透氣不佳 雖然有幾個孔洞 但整體都是塑膠料的材質 哇那個夏天直接給它曬到熱爆 第三個 不夠隱蔽啊 貓咪很容易產生壓力嘛 壓力一大就容易生病 那個看貓那個設計 他其實是拿來滿足人的觀賞需求 對貓咪沒有好處啊 也不要買那種軟殼的外出籠 因為貓咪太容易掙脫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買的是這一種啊 他其實遮蔽度良好 可以遮太陽遮風 而且 他的通風是很好的 也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讓貓咪在裡面轉身 安全性也夠啦 然後他也可以當睡窩擺放 就這樣 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在 任何一個角落當睡窩 那我另外分享一下 有些貓咪看過一次受醫院 受到驚嚇之後 就會將外出籠跟他去醫院 受到這種緊張的情緒呢 做一個連結 然後之後呢 要再讓貓咪進這個外出籠 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很困難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讓貓咪習慣外出的話呢 會建議啦 把外出籠當成一個窩 讓貓咪睡覺的地方 那之後要帶去受醫院呢 貓咪也比較不會害怕 那我再來分享一些 我覺得你可以買 但是剛開始養貓 不一定要買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項圈或者是胸背帶 因為以我貓的階段 如果你有讓貓咪習慣帶項圈 貓咪會比較容易習慣 脖子上有這個異物的存在 那假設呢 未來貓咪如果生病了 他們要帶到頭套 也比較不會想要去掙脫 那胸背帶也是一曲同工之妙 如果說你未來有想要訓練貓咪出門 從小讓貓咪習慣穿帶會比較好 只是缺點是貓咪長得很快啊 我們會需要定期去更新胸背帶的大小 那第二個想騙 讓新手貓咪知道想騙這個東西的存在 對你們來說 絕對是一大干過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想騙訓練其實在台灣還沒有很紅 但是是一個非常好訓練貓咪的超強工具 我們可以透過想騙 讓貓咪的行為變得更好 生活也會更有趣味性啊 像是我們可以叫貓咪坐下啊 握手啊等等 一些行為動作 都可以透過想騙的訓練貓咪去學會 只不過說 如果要讓咪學會這些動作 是需要上響片課程 然後我有學過一些基礎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啦 好啦 把這支影片 分享跟你所有養貓的朋友 至少讓大家 第一次養貓不要這麼的慌張 喜歡影片請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瘋寵玩家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好久不見了